有些人想要留在山区 但有一些人是因为走不出来 在阿里山的李家村 好不容易是等到了第一批人力 悲运着物资送到了村座里头 这里头有鱼有肉还有油料 但是大伙真的困了13天 蒙坏了 压抑好久的情绪终于爆发开来 那么村民为了物资跟油料的分配问题 就当场吵了起来 东西是我分的 我当然要很便宜 大伙在城头庭院开饭 两个村民站在后头 为了物资直接吵了起来 你一言我一语的 情绪似乎达到临界点 一发不可收拾 村民大声呛吓 挑明了不满意 社区总干事的油料分配 几杯黄汤下肚 一股脑的全宣泄出来 什么风管处什么县政府 什么单位打开我 我那边都有记录 我对不起你 我没有走路到你那边 那个如果你们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到时候 我有问题我要走路去那边 我要两个半小时 我不要走 村长也是一个头 两个大的连饭都没有吃 忙着接电话安抚村民情绪 我们市里是丢给他200公斤的 实在是困在李家太久了 13天来只能待在这里 村民心服气躁 看到第一批人力运补物资送进来 一岁大的小baby 捧着奶粉就是不肯放开 大人等不到油料和肉品 炒翻天 中文新闻江志南方品文 在嘉义阿里山的采访报道